自1997年以来 私人医疗保险费用已经上涨了两倍之多 现在政府宣布新一轮的涨价又要来了 联邦政府批准了平均约3.03%的涨幅 这是自2019年以来 五大保险公司保费的最大涨幅 虽然这一保费增幅仍低于工资和通胀增幅 2023年工资和通胀分别增长4.2%和4.1% 但行业专家表示 这一上涨也势必会对许多家庭的预算产生负面影响 保险行业的业者表示 通胀给医院开销带来的压力 已经转嫁给了保险公司 去年保险公司在寻求最高6%的增幅之后 被卫生部长马克·巴特勒下令重新制定计划 反对党指责政府 等到邓克利补选后才宣布保费涨价 是在玩弄政治 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 现在也只能货比三家 尽力降低保费开支 除了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来评估 平均年度保费增长外 卫生部还需要根据2007年 《私人健康保险法》当中的要求 来审核保险公司的涨幅要求 医疗保险公司需要提交其 拟益涨价的详细信息 展示保单的索赔历史与保费的比较 以及未来12个月的预期索赔 SBS中文新闻 陈英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